杀人不见血 怎么个杀人不见血 把人一刀砍了 并无血痕 只是个快 眼前的泼皮牛二并不相信这个说法 便要杨志找个人来验证 可京城内岂能随意杀人 于是说找一只狗来验证 可牛二刁蛮无理说不行 杨志见状不想理他 牛二却伸出自己的脖子让他砍 不砍的划刀就归他 不想再被纠缠的杨志想走 可牛二却上前抢夺 在争斗过程中被刀刃划过脖子 便倒在了地上 这完全是他自己作死 准备去自首的杨志 便喊上父老乡亲给自己作证 来到县衙大殿 杨志讲述了整个过程 加上父老乡亲的作证 可府押还是将杨志押进了大牢 过了许久 太守梁忠书找到了杨志 名室里的太守给他打开了枷锁 我不管你是不是军犯 在我心里只有好武艺为国效力 我很想提升你为军中富派 越知一份奉价 只怕众人不服 不知你武艺如何 杨志乃是武举出身 十八般武艺都还算精通 于是太守便让他和手下的将军比武 开累之日 太守带领杨志来到赛场 第一轮对战副排军周景 几招便赢了下来 不服的周景要求鄙视射箭 谁的剑射中把心多者获胜 两人的第一支剑均射在把心上 周景射出第二支时 被杨志的剑直接射断 射出的第三支剑 虽然射在把心上 却被杨志的剑射成两半脱离把心 最后自然是杨志赢下比赛 在准备颁奖的时候 一位将军感到 随后索超便要求和杨志一军胜负 太守在思索一方后 便答应了下来 两人起码对抗 都差一点便要了对方性命 好在被太守及时喊 见二人武艺高强 太守也给他们升级了职位 这晚太守约见杨志 被杨志说起了生辰纲一事 往年多次被山贼强盗所及 这次便想把任务交给他 杨志自知任务重大小拒绝 在太守多次劝说下 才接下了任务 恩向差遣 不甘不一 只恩不报 枉为世人 杨志 没有以此报答 太守说任务完成 便会给他功名 时间来到了出发这天 杨志来到太守面前 听了太守的安排计划后 杨志觉得不可行 并且给太守提了建议 要求队伍人员都必须听自己的指挥 哪怕是随从的亵渎管也一样 还有便是伪装人员和财物 不能大张旗鼓 免得被人盯上 见由拥有谋的杨志如此细心 太守也便放心下来 让他即刻出发 上次七星聚异后的朝盖几人 也聚集在了府上 开始商量截取生辰纲的计划 杨志带着队伍走着山间小路 烈日炎炎下 一位士兵倒在了地上 杨志便赶过去一顿训斥 士兵却不服气 面对顶嘴的士兵 杨志对着他便是一顿抽打 亵渎管上前劝阻 杨志便解释到走小路近很多 可以早日到达目的地 随后队伍便继续赶路 而朝盖那边也已经开始了行动 随后